随着下雨泥流不断往下流动 边坡上的土石也缺了好几处 树枝也跟着滑动 这是位在七堵区大华一路 通往马林旧道的高速公路寒洞旁的边坡 因为连日下雨不断冲刷 导致边坡土石开始有滑动的迹象 由于来往车辆非常多 市议员张耿惠立刻联络七堵区公所代理区长一起会刊 要求高工局尽快派人处理 避免发生更大的意外 我以为我们高速公路4K加284的 我们的穿越香囊往旧的我们马林方向 那日前的话 好大雨已经造成了这边土石 富泊的土石崩落 那这边来往的车辆也不少 所以说当初市政府也积极的向 我们相关的前车单位高工局来反应 新闻来反应 可是到现在还无动于衷 我想这个灾害迫及到整个富泊会划落下来的话 那人车在那边来往的话容易造成意外事件发生 我想前车单位中央的高工局应该立即的来做一些防护的工作 以免意外事件发生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它那个树木有在倾斜的情形 那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去公所会紧速行为给高工局 散尽随所保持异物的异物 欺读区公所也表示 将会联络警方是否先用警戒绳和三角锥围起来 提醒过往的车辆行进这里时 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